早安气象时间 中度台风烟花 现在持续的靠近我们 我们要赶快来问志宇 目前哪些地方正在下雨 而目前累加的降雨状况又是如何呢 志宇 好我们带来关心到最新的台风动态 尤其现在很多地方 特别在北部东北部地区 应该都有感受到一波一波的外围环流水气 现在逐渐的在影响我们 我们来看到现在 今天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的 这个雨量累积的状况 包括你可以知道 主要的降雨热区 还是维持在苗栗以北地区 还有在东北部 也就是宜兰这个位置 现在很多地方都来到豪雨的状况了 现在大雨到豪雨的状况 另外在中部地区的雨势 也开始逐渐增加 在今天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北部东北部还是降雨热区 但是中南部的雨势 也要开始逐渐增加了 这样一局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包括是桃园市新竹县 台北市新北市的山区 以及在苗栗县 宜兰县的山区 都要小心到豪雨等级的雨量 另外在台中以北地区 还有在苗栗地区 也要小心到大雨情况 所以说在今天 就是这个台风距离 我们最近影响也最明显的区块 为什么要特别提醒 北部跟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些区块 是距离暴风圈 比较接近的地方 甚至从前几天开始 像从21号 22号 你都可以去到北部 东北部的雨势都是蛮明显的 尤其我们来看到22号这一天 整个北部地区红通通的 都有来到了豪雨的状况 尤其是桃竹苗的山区 雨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像是我们来看到累积的图表来看 像是雨下最多的地方 出现在北部其实364毫米 另外在桃園的龙潭274毫米 苗栗的南庄261毫米 宜兰的大同255毫米 为什么你要把它点出来呢 因为未来几天 这个雨势在这些区块 也是比较明显的 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赶快做好防灾工作 尤其是这几天 在桃竹苗的山区 已经出现了些落实的情况 在未来几天也很有可能会出现 大家要特别注意 赶快先做好相关的 防灾措施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烟花台风 其实现在距离台湾 大概是400多公里海面上 其实距离台湾越来越近 可以说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它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因为它要北转了 受到高压的牵引影响 未来它有机会 一个大幅度北转的方式 往大陆的方向来前进 如果以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 基本上对台湾 会不会发入警的状况来说的话 机会就会稍稍偏小 但还是提醒大家 不排除还有路径调整的可能 也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发入警 但是目前看起来机会是比较小 目前海景的范围 包括北部海面 东部海面 都被列入了海景范围 也提醒大家沿海的风浪 开始逐渐增加 一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今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今天北部地区 东北部是刚刚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雨时会比较明显的虚快 不过整体来说 全台湾的天气状况都不稳定 没有下雨的时候 天气感觉稍微闷热一点 北部地区来到30 31度 中南部31到32度左右 往东走 伊朗花林台东 大致上落在31到33度上下 这是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 把时间再交给例如 好 所以志宇刚刚有提到 这一波台风的明显的影响 北台湾将会是 最明显的一个区块 尤其是在山区提醒大家 一定要小心安全 我们也非常谢谢志宇的详细说明